老板我看你们家这棒骨用的都是动货呀 是的 咱们家用的就是动货 而且我们家用的是双汇的顶级的索鲜大棒骨 大家看一下 好多人说动货不好 你看一下 我们用的是双汇的大品盘 吃的进来 尤其是我们用的是索鲜 大棒骨中的顶级 你看一下我们在做的一个纹领 看着好多肉啊上边 对你看一下 而且我听说你们家只有夏天才营业是吧 是的 是的我们只做一个夏季 那冬天呢 冬天我们不做 冬天就休息了 对冬天只休息 这老板好任性啊 咱们家这个产品特别的下酒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特别的开心 像你们现在的话一天用量有多少 我们现在一天用量了三五百斤 然后我们到六七八月的时候 一天的话能够到七八百斤左右 你看一下我们我们的大棒骨 切割以后你看里面都有骨髓 我们卤制完以后先啃大棒骨 然后在溪里边的骨髓 特别改劲 切割完之后还要焯水是吧 现在 对切过完以后开始焯水 焯水完以后我们开始用我们的蜜资酱 蜜资的卤料开始卤制 咱们家的核心秘密都在这两个大料包里面 同时再加上我们的老汤 这两个大料包有二十多种卤料 我们这个口味是我和我的女朋友去武汉看櫻花的时候 吃到的一个地道的口味引进到河南 然后同时也结合我们当地的口感调和而成 特别适合我们当地人的口感 这个辣度不是那种质辣是那种香辣 越吃越想吃 尤其是夏季 吃着咱家的大棒骨 就着这个小啤酒 逮逮逮进进 这里面不仅有大棒骨 还有一些鸭骨 像鸭针 鸭爪 以及鸡鸭虾 而且我们的大棒骨是每天早上九点钟就开始卤制 一直卤制到下午的五点钟 那一天要卤个七八十小时 对对对 我们家只卖晚上 下午的五点到凌晨两点 中午我们不卖 我接下来的想法是 想把我们这个卤味开到郑州市的每一个社区店 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吃到我们武汉加河南的创新卤味 这是我的初心 老板你这个有没有收过徒弟啊 收过学员 我们家的学员都是慕名而来 尝到我们家的产品 任何我们家的口味来这学习 而且我们要求是包学包贵 不学会 不让走 学会以后 现在你看那学汤呢 生意做得比我们家现在的生意都好 金牌卤虾 我每天都在显楼 显楼的卤虾 我尿个这个 尿个这个 我尿尿 这一片的话都是烧烤夜宵的鸡鸡地 好多人特别热闹 来很多人特别烧烤夜宵的鸡鸡 这两个鸡鸡 我尿尿的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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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四根蚌骨 四个鸭骨 四个鸭鸡 三个鸭鸡 两个鸭鸡 一个鸡 七个鸭 我们的乒乓上了 这桌子有点小 放不下了盘子这么多 好好好可以可以 今天咱们在郑州啃一个大棒骨 刚才他在做的时候就已经 我都要流口水了 今天这么大一盘 而且他这价格在郑州 我觉得是非常实惠了 你看而且他这个上面全都是肉 他这个是煮了两次 特别就是煮了一个辣味的 特别入味 你们知道吃棒骨里面 最好吃的骨也在哪吗 就是这个骨头和肉中间的 连着这个筋的地方 他卤的好入味 都直接脱骨了 看这个 哈哈 嗯 他这个有一股那个 武汉周飞鸭的味道 嗯 嗯 中间这个地方是最香的啊 嗯 辣的超级过瘾 嗯 嗯 还是大肉骨都挺着香 吃完肉之后 里面还有骨髓 还是这种吃的爽 朋友们 卤虾也是店里的招牌啊 而且他这个虾我今天上午来的时候 全都是鲜活乱跳的 咱直接用这个虾拌着下面这个面来吃 哇 哇好沉的 这一摊环沉甸甸的 特别有分量 好辣啊 刚才吃那个大棒骨 现在嘴巴都是麻麻辣辣的 这是我夏天吃的第一顿小龙虾 爱吃辣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这里 棒骨吃不够 它这还有各种卤菜 卤的有压货 我们又加了有肥肠 压针 压脚 藕片